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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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 今年3月份啊 在热海的曲云阁附近 新开了一家叫 台湾PANKEIKI 台湾的松饼 那PANKEIKI有别于一般的松饼 它是比较厚一点的 可是为什么店名要加上台湾 这我就不太知道了 可能老板有去台湾 学了这项技术 而且我也不知道 台湾的PANKEIKI 这么有名 竟然以台湾命名 还蛮好奇 好不好吃的 那现在就跟三本先生 买了一个 热海的PANKEIKI 松饼 然后跟草莓口味的松饼 然后还有一杯珍奶 他们家也有卖珍奶喔 我这个台湾人 一定要来喝喝看珍奶 好不好喝的啊 那三本先生先去 Tabiyoka Milk Tea 飲もうか どうぞ 啊 ちゃんと混ぜないと あの国道は全部した じゃあ私先にこれ PANKEIKI 食べようか 嗯 蠻厚的耶 感覺 軟綿綿的 那其实因为我们下午才去啊 所以他有一些 东西都已经卖完了 就是 嗯 现场做的都已经卖完了 哇 嗯 软綿綿的 然后 应该有撒柠檬的糖浆之类的 有柠檬的味道 嗯 柔柔いね 欸 超高的 那これふわふわ的 ちょっとレモン的味道 嗯 これ美味 欸 三本先生說 小田園的珍奶比較好喝耶 我來喝喝看啊 呵呵 そうだね 小田園のほうがおいしいどうも 第一個呢 是因為他珍珠啊 很硬 有点硬 不Q卵 然後珍珠還蠻甜的耶 這個珍珠可能是隔天的喔 搞不好是昨天的 那我來喝喝看他奶茶喔 でもこのパンケーキ美味しいね 嗯 ふわふわよな 嗯 しかもこの スプーン、フォーク これ 木だね 紙 紙か 紙かもしれないね 珍奶的奶茶不會很甜 那他失敗就失敗在珍珠 珍珠竟然是硬的 可能就是不會煮啊 不然就是隔夜的 這個有點可惜 残念ね 硬いからね 食べようか 次はこれね いちごの パフェ パフェ でも下は パンケーキ パンケーキ 食べようか 生クリーム なんか美味しそうな いちごで 生クリームは 甘くはない パンケーキは まあこのパンケーキ二つ比べて これ方が美味しいと思うね うん 他很多都賣完了 應該是早上啊 現煎的 這還滿可惜的 那這幾個商品啊 其實都已經做好 放在那個冰箱裡面 拿出來賣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滿好吃的喔 這個是 熱海的那個檸檬的口味 這個還不錯 草莓口味的 パンケーキ 就還好 就一般般 所以我覺得 可以推薦的一個 檸檬的 パンケーキ 還不錯 ところで太太 あの この台湾パンケーキ なんだけど どこら辺が台湾なん いやー 分からないね 台湾パンケーキ 有名なの? 春なの? 初耳 僕も初めて聞いて 台湾人の太太 なら知ってるかな と思って聞いたんだけど 知らない 全然知らない だから今日 みしんしんこの店に来たよ なんで台湾なの? でも今度ね 早く11日 あの店に来たら 多分あの ホール パンケーキ あれはなんか 毎日 焼くのやつ 多分美味しいと思う 今度ね 早く起きて この店に行こ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 簡單介紹 今年3月份 開幕的 台湾鬆餅的店 就覺得還蠻好奇的 為什麼會 以台湾為名字 去命名這個店名 那他商品吃起來 老實說 不會太驚艷 就一般般 但是他這個500塊的檸檬的鬆餅 是可以點來吃吃看 還蠻便宜的 然後有檸檬的香味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